潮流流行運動 令健身的文化亦盛行起來 有人不再滿足於一種固定形式的訓練 追求更多元化和更實用的訓練方法 就是因為這樣 健身教練 Kim 成立了 Mill Training Hub 宗旨是訓練者可以用健身中心做一個中轉站 訓練後再出去外面參加不同的比賽 獲得好的成績 在這裡,健身是一種應付實戰的訓練 我們廟宇由七月開始開開 其實我們廟宇裡的大部份是Mid A on G 我們九月剛巧有第四屆 他們大部份的人都會在我們廟宇裡做一些訓練 去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有一個計劃是為跑山 裡面不是真的帶你出去跑山 而是In-door 裡面有些訓練內容 可能訓練你某組肌肉是專門在山上有用的 或者我們做了一些碎石路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是怎樣呢 我們腳的肌肉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會有這樣的事情給他們試 其實我廟宇是希望做這些事情 In-door 訓練是讓你勾很多用 廟宇跟一般的健身室很不同 它只有幾組健身器械的設備 四千多隻的空間裡 大部份都是給大家自由活動的空地 另外,黑板上每隔幾天 就會更新一次健身餐單 務求令到會員每次來訓練 都會有新挑戰、新驚喜 都跟了三年了 大概都 自從開了廟宇之後 我會跟去Spring Class Spring Class之後 就會有些特別的訓練給我們 好像有些菜單給我們 每個星期都不同的菜單 去做一些全身的肌肉訓練 那些程式都會有很多 例如會有舉沙包 可能要舉你三十下 然後就馬上跑三百米 然後再做一個Sit Up 又要做三百下 再來一次五百米的跑 然後再做一個在氣鞋的Push Up 然後再做一千米的跑 每一次都可以令到你每天 全身的肌肉都會爆了 其實我之前看到Facebook 有些相關就是Boot Camp 然後我就Facebook message 問可不可以怎樣加入 或者價錢是怎樣的 然後我就加入了第一堂Boot Camp 本來我在Boot Camp 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然後大家都一起加入這個訓練 大家一起上課 就好像大家都懂得好好玩 例如上一些spinning 可能大家都會說 誰要快些 誰的Watt要多些 又或者上Falm Roll的課 然後大家都在捱到痛 大家一起認識的 就會覺得很好笑 現在就給他們感染之下 就加入了明年三月的 廖師嶺的Ironman 我就參加了70.3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是Full Ironman 226 好可怕